大埔夏王儀咬村,一棵大樹被強風吹淋,樹身壓在一間貼皮屋。 消防員用木梯支撐樹幹,避免植一棵壓爛房屋。 大埔廣場旁邊的公園,一棵大約30米高的樹,也都經濟在商場的外場,部分之業掉在行人路。 大埔頭新華安里,有兩棵兩層高的樹倒林,壓爛了電燈住和一間屋的漸棟,消防員到長清理。 大埔廣場就壓到一間屋,很大聲。 漸棟就紮定了,還有三樓的水渠好像紮定了。 而迪士尼的碧根湖活動中心,不少有樹都被強風吹倒。 工作人員關上了大閘,不讓遊客進入。 迪士尼說沒有統計過淋了一棵樹,但說淋了一棵樹,情況不嚴重。 以為總安船在建會暫停開檔一道。 在北角堅舖廟道,金龍台一座正在翻新內場的大廈。 25層樓高的棚架,全幅淋在旁邊的公園。 無線電視記者來日安報道。 在令神9號列風信號生效期間,多個地區有旁風暴雨, 但是仍然有市民,仍然霧險是外出,感受強風的威力。 在金沙咀碼頭,凌晨一兩點,風勢最厲害。 站也站不穩,不過他們就好興奮。 旁邊的風有多厲害呢? 這兩個大學生看來知道。 我們在這裏吹風了。 到近裏3.7, 我們剛剛錄到列風,列風,列風在這裡。 又送貨工人要通宵送貨。 但是難度十足。 我相信,不少我講理都見到,這裏吹風很惡劣。 基本上現在是站不穩了。 魚打的臉上好像針那麼痛。 剛剛我雙鞋都被大風出走了。 身體向前傾斜,或者傻斜馬,才能站得穩。 在西環,水位急漲。 也有市民來記錄風向和風速。 保鮮電視機者,潘文良報道。 莫拉菲廣東大來暴雨,全省二十多萬人受災。 深圳地鐵1號線,有一個地盤突然間被陷,一個工人被困。 在深圳市南澳沿海地區登陸, 旁邊狂風暴雨。 多處水浸,有汽車死火。 公佈過後,到處都見到大雪倒塌,當局派人清理。 深圳地鐵1號線,平州站地盤,就有工人宿舍在暴雨過後突然間被困。 出現一個闊十幾米,四米深入大洞,一個工人被困。 公佈計劃拆了宿舍救人,但仍然未能確定被困工人的情況。 莫拉菲是今年以來登陸內地最強的颱風。 中心著高風速達到每個小時145公里。 至今部門預料,短期內廣東仍然會下雨。 黃昇電視機11站的浪輔導。